第四章 就这样 我有了第二项重大的发现 小王子所住的那个星球 不会比一栋房子大多少 这倒并没有使我感到太奇怪 我早知道 除了地球、木星、火星、金星 这几个已经被命名的大行星以外 还有成千上万的其他星球 它们中有的非常小 即使用望远镜也很难看见 当天文学家发现这种小行星时 就给它编个号码 作为它的名字 例如把它称作小行星325号 我有重要的依据 曾经文学者曾将自己的发现向国际天文协会做了报告 以充分的证据来证明自己的观测结果 但是没有人愿意相信一个穿着土耳其服装的天文学家的话 那些大人们就是这样 值得庆幸福音的地球 为了维护小行星B612的声誉 土耳其的独裁者 下令它的人民都要改穿欧式服装 否则就处于死则 否则就处于死刑 因此1920年 这位天文学家穿了一身高雅得体的西服 为他的发现 再次在国际会议上发表演说 这一次所有的人都认可了他的报告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叙述有关这颗小行星的事 还一再提到B612这个编号 无非是想迎合大人们喜欢数字这样的特点 当你告诉大人们 你新交了一位朋友时 他们从来不会向你提出一些实质性的问题 他们从不会问你 他的声音好不好听 他最喜爱什么样的游戏 他是否收集蝴蝶标本 相反 他们却会问你 他几岁 有几个弟兄 体重多少 他父亲赚多少钱 他们以为只有知道了这些数字 才算是了解一个人 如果你对大人们说 我看到一栋 我看到一栋漂亮的粉红色的砖砌房子 窗户上坠满了天竹葵 鸽子在屋顶上栖息 他们绝对无法想象 那栋房子到底是什么样子 你应该对他们说 我看到一幢价值两万美元的房子 那么他们就会惊叹到 哇 多美的房子啊 所以 要是你对他们说 确实有个小王子存在的 他面带笑容 非常可爱 想要一只羊 一个人想要一只羊 这就是他存在的证明 他们会不以为然 耸耸间把你当成一个不懂事的孩子 但是 如果你对他们说 他来自小行星B612 他们就会相信 而且不会再拿一些杂七杂八的问题 来烦你 他们就是这样的 小孩子们对大人们应该宽厚些 不要埋怨他们 当然 我们这些懂得生活的人 才不在乎那些编号呢 我真想用讲童话的方式 来开始这个故事 我会这样讲 很久以前 有个小王子 住在一个比他自己身体大不了多少的小行星上 他需要一只绵羊 对那些懂得生活的人来说 这样说 本身就很真实 我可不喜欢别人漫不经心读我的书 提起这些往事 我还挺伤心的 自从我的朋友带着他的小羊离开后 到现在已经六年了 我尝试着在这里写下关于他的故事 是想更清晰的记住关于他的一切 忘记朋友是一件悲哀的事 不是每个人都会有朋友 如果我把他忘了 那我就可能会变得跟那些除了数字以外 对什么事都漠不关心的大人们一样 为了这个缘故 我买了一盒颜料和几支铅笔 除了六岁时画过蟒蛇的外观图和透视图以外 我再没画过其他的图画 以我现在的年纪来说 要重新拿起画笔真是费劲 当然我会尽自己所能画得逼真些 但我自己也没有把握 一张画得还可以 另一张就完全不像呢 另外小王子的身材大小 我也画得有点不准确 有的地方我把小王子画得太高了 有的地方又画得太矮了 对他衣服的颜色我也拿不准 于是我尽力尝试 尽管手忙脚乱 时好时坏 希望我的画作还过得去 在某些重要的细节上 我也很可能画错了 对这一点 请你们一定要谅解 因为我的这个朋友 从来不对我解释任何事情 也许他认为我同他一样 可是很遗憾 我却不能透过盒子 看到里面的羊 我大概和大人们差不多 我一定是变老了 也许他也认为他可能性 员下转了